U-bike 2.0将会在10月20号开始提供给新北市民使用 交通局表示在建制的初期会以捷运站的周边 以及跨台北市边际的站点来设置 预计年底会有700个站点 另外1.0的版本还是会同步运作 依年线逐批台湾 靠卡感应轻松取下U-bike 不过感应位置与脚踏车的外观似乎与过去不同 原来这是U-bike 2.0的版本 将在10月20号开始运作提供民众使用 那因为我们为了不要浪费公堂 那既有的我们在新北市有659个站 都还是1.0持续在运营中 那为了因为新系统的一个引进 要搭配旧系统 所以我们目前交通局已经快速的 在我们所有的1.0站点的周边 或者是旁边或目视 民众目视的看得到的一个地点 在寻求空间 我们要在1.0的站 再插上新的2.0的柱子 依照我们目前的一个骑程推估 这些的所有的650几个站 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 会陆续把它完成施工 建制初期以捷运站周边 以及跨台北市边境 等履次量较高的站点优先设置 那么U-bike 2.0与1.0的版本 有什么不同呢 除了我们跟现在1.0一样 可以保有数位的一个悠游卡 跟一卡通来做靠卡借车以外 然后也会有导入透过手机 行动支付扫码的一个功能 然后从过去传统的 在柱子上靠卡的这个动作 会改到我们的车子本身来做靠卡 此外 U-bike 2.0利用太阳能板供电 因此建站时不用挖设管线 可以提高建制效率 不过在广设期间 将会面临过渡期 因为到今年110年初 我们还有1.0的站点刚实作完成 刚启用 那为了依据这个系统的一个 它既有的一个资产设备的使用连线 那市府交通局这边会开始规划 依据它的系统的连线 我们会逐年分批的 整批的来做态换 那会依据它的使用连线的态换 让系统逐渐的去升级 那会升级成2.0 那大概会到113年的左右 2.0的系统就会超过1.0 目前U-bike 1.0及2.0版本 会同步运作 新北市交通局预计 到今年年底将会建置 700个U-bike 2.0的站点